面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投票倒数一个月 国民党方面以低调的方式应对 国民党六号取消中常会遗失高雄的规划 改成视讯连线韩国瑜 民进党方面则讨论要成立罢韩关注小组 蔡办秘书长陈菊是否列明引发关注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视讯连线高雄市长韩国瑜 但这场国民党中常会 本来是要整个搬到高雄市开行动中常会 替韩国瑜反制罢韩气焰 但国民党方面表示经多方考虑后取消规划 变成低调挺韩 所谓的罢免基本上就是对于韩市长 或者市府团队有不满意的 那人才去罢免 那其他的人基本上我觉得就保持原来态度 冷静一对这样就好了 外界误解了本党 因为本党在江主席领导制下 对如何解决罢韩问题是全力以赴 但是一切要听韩阵营韩市长的决定 台媒报道称 目前南营内部一派面对罢韩想冷处理 但也有一派要国民党中央明确挺韩 因为绿营方面针对罢韩已开始有动作 6号民进党及高雄市民带还举行记者会 批评高雄市政府公然妨碍罢免案进行 并呼吁高雄市民6月6号去投票 另外岛内舆论有消息传出 蔡办秘书长陈菊可能列明在民进党将成立的 罢韩关注小组内 我们能够接续 昨天高雄市议会党团 他们的一个意志的表现 让整个事件能够变成一个法定事件之后 受到更多的关注 那党也应该要持续观察高雄的各种变化 我们要接续让所有的选择 要站在正确民意的这一边 站在主流民意的这一边 这是我们所有的先进同志们责无旁财的责任 台媒称6月6号的罢韩投票已变成蓝绿对决